老了客搜,你该知道的关键字 今日新增一例本土病例,四例境外移入,确诊个案中新增一例死亡 北韩矿工 这激动的拍手,这痴迷的笑容,闭上眼睛我还以为金秀贤来 但这是北韩不是南韩,众多青年们等候的主场欧巴 就是今年一度神隐的领导人,金正恩欧巴 青年们终于在北韩青年节,看到他们的白马皇子 北韩当今圣上,要来亲自感谢他们的年轻人 因为他们要去伟大的劳动了 一万多人聚集在北韩平壤今日成光场庆祝青年节 领导人金正恩更借次传达祝贺信 感谢青年自愿为国牺牲 我还以为北韩要加强虚拟货币的力道 结果真的是字面上的挖矿 一万青年立刻转值矿工 比完线上游戏还方便 请问天空上放的烟花是人权吗 北韩政府摇旗 被洗脑的人民也只能呐喊跟上 在今年5月就有许多孤儿 义务义士兵和学生 自愿离家在煤矿 农场和大型建案工作 每周都会有一波波 还没坏掉的年轻人被送上巴士 前往党的忠诚之地 美国国务院去年人权报告指控 北韩正实施最恶劣的同工形势 面对美国的指控 北韩一代否认 有种你们来北韩本土看看 你看看这些年轻人多开心呀 看着隔壁习大大撸起袖子弹 金大大也端出了国家经济发展五年计划 感谢全国人民自愿性的配合 只希望北韩唯一的那位死定玩家 可以人辞一点 英雄凯旋派对 真正的英雄是那些跌倒了 最终却赢了的人 因为他们忠于自己的理想与信念 台湾在这次的东京奥运 除了政府负责的飞机舱位 出了点技术性的小问题外 运动员的表现都非常优秀 拿下二金四银六同家鸡 直接登顶史上最佳 因为疫情今年没有游行 但是总统府准备了凯旋派对 邀请东奥代表团 包含选手 教练 后勤团队 裁判 等146人同欢 搭配其实的流言互动墙 林于如和郑仪静下车先比个爱心 周天成和王子维在红毯上打羽球 全级选手们准备表演 连裁判都自备了 台湾蝶王王冠红 更是穿着国王的新衣登场 这么厉害 薄板面谁教你的 谁教你的 没有我就想说 大家也很久没有看我了 然后也很久没有看到我的身体 然后我就想说 哎呀给大家看一下 珍惜哦 父亲文也有 只是比他少了五块 我也给大家看一下的话 可能就要去看守所看一下了 每届奥运三军统帅 AKA总统 立营宣导跟回营晚点名是例行公事 该沾的光该宣导的政策 该画的饼干签的支票 也都会在这时候拿出来 主席就位典礼开始 大家还记得经济舱事件吗 那种展现台湾人 台湾好子弟的好志气 跟整个让世界看到台湾 坦白说我在昨天晚上很早 就坐在书桌前面 买一首写我的致死稿 我是一个标准的运动迷 对你们的杰出表现 内心有满满的感动 所以我昨天晚上在写的时候 夏底如行云流水 刚刚一听到你们来 急着过来竟然忘了代演讲稿 我要再一次肯定我们的教育部 我们的体育署 这几年积极地改善 国训中心的场馆 这些重要的政策 能够推动前后两任的行政院长 也就是我们艾福总统 跟我们的书院长 都是关键的推手 我们是不是给他们两位掌声 谢谢所有的选手 就是非常无所畏惧的 站上奥运的舞台 用非常 非常拼的那种拼劲 带给大家在疫情之下 可以有那么多的力量跟希望 然后也辛苦你们了 东京奥运结束了 但东京帕运还在继续 希望大家也要持续支持 感谢每位代表台湾 在场上努力拼战 坚持不懈的选手英雄 大谷祥平到本磊 日本旅美棒球选手大谷祥平 AKA真人反貌也无狼 不仅是现代职棒罕见 投打双丘的二刀流选手 也是美国大联盟史上 单季打出最多拳雷打的日本球员 首位参赛拳雷打大赛的先发投手 及首位同时以投手和打者 二刀流身份入选明星赛的球员 目前效力于洛杉矶天使队 昨日担任先发第二棒指定打击 第四局靠着保送上垒 与二垒的弗裂器发动双倒垒成功 并在五局下两出局 打者挥棒落空的情况下 一垒的歌色蓝发动延迟倒垒 三垒的大鼓也跟着冲向本磊 A swing and a miss A delayed double steal attempt Throw to the play It is many times Gosselin draws the throw And then Shohei was off to the races That was a delayed steal to draw that throw And gets a hand in just before the tag 多不好意思我把你三阵了 我又拳雷打了 现在我还直接到回本磊 都给你大鼓玩就好了 该场比赛天使队以6比4级半阳击 大鼓翔屏不仅达成 个人生涯首次到本磊记录 也在四天前轰出本季第四十二支拳雷打 尽管近期打击状态略有衰退 大鼓仍暂居本季拳雷打王宝座 多伦多蓝鸟重炮小葛雷诺39轰 及堪萨斯皇家的鼓手裴瑞兹38轰紧追在后 大鼓翔屏也成为每年史上第四位 赛季累积至少42风拳雷打 22次到累成功的球员 如此傲人的战机可谓劳工之耻 万能工具人 父亲曾经是日本棒球队主将 母亲则是羽球伯手 大鼓翔屏的升平翔剑老额特搜 第634级5分35秒 天才是99%的天分 加上99%的努力 大鼓使用九宫格目标达成法 AKA曼陀罗计划表 列出九宫格 在中心写下终极目标 在巨细尼仪向外扩散八个九宫格 并逐步达成每项目标 大鼓在高二立志以二刀流勇闯职棒 2016年投出时速165公里快速球 创下日本职棒最快球速记录 2018年更荣获美国联盟年度新人王 如今大鼓翔屏的神话 还要继续写下去 百追踪订阅老天鹅娱乐 随时掌握最新动态